港股即将踏入五穷月,虽然传统智慧不一定应验,但最近的确出现不少股市大嵩先兆,上市公司集体抽水,带股东高位减持,尤其是原油价格跌至负值,更是民所未民的破天方事件。 究竟会有多少油企,基金,银行因此出事,损失之大只有天之道。在火烧连环旋的恐惧之下,市场信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坚定,随时触发人踩人,一如3月19日发生的不问价斩仓事件。 不过,在大嵩市发生之前,又有谁可以真正估计到何时出现,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作出防范,控制入市注码。 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场之下,讲起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抽水潮,最近很多板块都轮流加入,计有内房,医药,5G设备,汽车,燃气,手机股等,上周五就连软件股都抽一份。 讲紧的就是金山远件0388及金碟国际00268,其中金山远件已发行31亿元2025年,到期的0.625来可换股债券,初步每股换股价于35.7元,为上周五股价大跌于6%,收报26.15元,跌穿10天线,走势转弱,可能要抽一抽,另外梅子,金碟上周五租京东子公司以, 每股11.6元减持3400万股,套宇预3.9亿元,该股最终收报11.6元,不单只企稳配股价,同时守住10天线上,走势相对好。 事实上,港股由3月19日低位21,139点反弹,至4月17日高位24,666点,期间升于3,500点。 虽然短期升幅算不错,但都谈不上高位出货,却已经吸引不少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急不及待套现。 是米春光鸭,看官可自行判断,只望本周考遇佛弹及劳动节。 全州得翻三个交易日,相信大使气氛趋向淡静,而周一将公布香港3月进出口数据。 周二至周四美国将公布4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。 第一季GDP数据,美联储议息结果,还有中国4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。 德国4月失业率及欧元区4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。 上述数据都与江边有息息相关。 敬请留意。 最后,老股觉得随疫情逐步走向受控。 地缘政治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灰西牛。 希望大家提高警觉,切莫视而不见。